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杨梅 今天的听众之音节目 我们有幸联系到不久前 给法广写信的广东老听众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那我想请您谈谈您最近收听 收看法广有些什么困难 因为您上次来信说 现在这个当然短播停了以后呢 收听非常困难 也没有办法下载我们的手机的 使用的IP对 没有现在是封锁了 可以下载但是不可以收听 然后网站上翻墙的话 就是用那个自由门 不可以收听也不可以下载 就是用了自由门也不能够收听 法广的还有加广的都不行 然后我是听了 听了那个法广的那个电影新闻 然后就可以阅读最新的内容 其他都不行了 还有如果是翻墙翻过去 可以用Facebook课可以登录法广的脸书 其他的都不行了 短播停了网络也不行 你们以前发的停播之前 发的那种代理服务器 基本上我技术不是很好 所以无法使用那种 唯一购买那种代理服务器 那您刚才说要翻墙翻到Facebook 就可以通过Facebook看我们的节目 不能看节目 只能看新闻 只能看文字 那脸书翻墙的话 用自由门可以翻了 可以可以 可以的 我是用的那个Windows Phone翻墙就很好 翻墙能力比那个苹果 安卓系统这些都更好了 Windows Phone是那个微软的系统 然后之前都可以在上面下载收听 其他系统就不行 看到播放就不支持 然后就是你们说在台湾的教育台 但是这边基本上是收不到的 这边在登台湾的网站都有问题 登不了 很难的 也是要翻墙 登陆台湾的网站都要翻墙 对 如果要真的要收听 只有点对点的收听 就比如说柜台组织人 然后跟听众建立一个电子邮件 然后把音档 然后发的电子邮件 用MP3的格式 那样有可能收听得到 您建议我们在发新闻邮件的时候 把那个音频文件压缩成MP3 同时发过去 是不是 对 那样就效果就 因为定了电子邮件 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可以设计 其他的基本上是不可能 如果是电脑技术好 或者是总技术网络 用VMP翻墙用电脑 但是那个有的需要购买 但是短波之前也没干扰 信号也挺好 说实话关掉比较遗憾 因为网络又不方便 如果是卫星传输的话 在农村还可以使用 必须要买到法广的那个接受卫星 才可以 一般亚洲这边 亚洲3号 亚洲5号 7号 我们是在7号上面 我们法广的节目是在亚洲7号上 在亚洲7号 对我们的网站上面应该也有这方面的信息 怎么样通过亚洲7号卫星收听我们的节目 除了这个这些技术上的困难之外 对我们的新闻的内容有什么意见 新闻内容我觉得都挺好的 客观公正 之前没有听众之声 后来增加了听众之声 负重也更加多 但是由于短波又停播了 电台总体来和中国的听众 我觉得年限是比较少的 行好的 那么多谢您 确实 中国大陆有许多网民 都同张先生一样 不是网络高手 不知使用何种软件翻墙 我们请六四天网负责网络技术的义工 普飞先生 向大家简单做一个翻墙指南 我建议呢 是最好采用一些付费的翻墙楼段 因为它是这种免费的工具 它现在已经运气的被离掉了 一些付费的VPN也好 还是一些付费的一些APM也好 都还能保持上通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 为了了解这些信息 可以考虑在自己经济条件 引起的情况下 使一些付费的翻墙服务走乱 而且这种东西呢 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 在四天网上 你能够很随意的买到 利用付费软件 浏览新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不做具体的推荐 但是我可以提示大家 在一些谷歌上 可以搜索到 有这种付费软件的网站 他们的服务也好 还有运气也好 都是得到大家固定的 但是要翻墙才能上谷歌 并不是任何时候的需要翻墙 有很多时候 就可以通过一些在线代理 很轻松的上去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就是中国国内的网民 能够收听 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内容 我觉得你们就是维持自己 有真实的新闻就可以了 感谢普菲先生 以及张先生 介绍本台的专访 本次节目是有杨美彩播 要感谢余利的技术合作 更感谢各位的收听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